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那么的经常找到好玩的地方 因为无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 大家好像应该说都是非常严肃 而且非常紧凑 各个部门的咬合度极高的快速的在进行的这个拍摄工作 所以反而在片场中包括我们导演的沟通 其实都是就是说是就工作是工作 哪怕后来越来越熟了也是如此 只有在私下及私下不工作的时候 才能显示出非常放松的一点 既然片名叫火星救援 那咱发布会就别太严肃 各位主唱们如果带个人去火星 大家有何人选呢 他们两位都很好 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呆萌 我们中国fans都给他启不爱好 叫呆萌 一个是我们大家知道的384 我前天跟他一起吃饭 我才知道他在384 才弄清楚384是来自因为他名字的那个中文的谐音 但是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跟Matt感情比较深一点 因为不仅仅是在片中我拯救了他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很好的编剧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觉得跟他在火星上可以谈谈聚合的时候 应该很好玩 我一定会带我妻子 对 丑丑是好莱坞大刊 也不忘了虐下单身旺 好了话不多说电影就快上映了 到底精不精彩看过再评咯 有口情一论 11月25日约布 北京报道 有这么大阵仗的电影 必然是因为有好莱坞大刊们的加入啊 昨天好莱坞巨制火星救援 在京举办盛大首映里 丑丑红毯上的盛况 星光闪耀不说 主创们还与粉丝亲密亲民合影 那是相当亲民啊 而早在当天上午的发布会 豪华主创阵容就够能够出席 一代电影大师Radley Scott 好莱坞顶级明星演员Matt Damon 和超人气偶像 Sebastis的中国演员陈树 先不说剧情 光着阵容就一个大写的高大上 作为又一位 近期好莱坞的华人女星 陈树姐不光盛赞好莱坞团队的经验 对自己的身份也是相当骄傲 加入这样的剧组 一定是非常的难忘的记忆 但是相反我觉得在拍戏现场 并不是那么的经常找到好玩的地方 因为无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 大家好像应该说都是非常严肃 而且非常紧凑 各个部门的咬合度 极高的快速的在进行的这个拍摄工作 所以反而在片场中 包括我们导演的沟通 其实都是就事说事 就工作说工作 哪怕后来越来越熟了也是如此 只有在私下及私下不工作的时候 才能显示出非常放松的一点 既然片名叫火星救援 那咱发布会就别太严肃 各位主唱们 如果带个人去火星 大家有何人选呢 他们两位都很好 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呆萌 我们中国fans都给他奇怪 叫呆萌 一个是我们大家知道的384 我前天跟他一边一起吃饭 我才知道他在384 才能弄清楚384是来自因为他名字的那个中文的谐音 但是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Matte感情比较深一点 因为不仅仅是在片中我拯救了他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很好的编剧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觉得跟他在火星上可以谈谈剧盒什么的 应该很好玩吗 我一定会带我妻子 之前带我 丑丑 这好莱坞大刊 也不忘了虐下单身旺 好了 话不多说 电影就快上映了 到底进步精彩 看不过再评哦 有口情一论 11月25日热播 北京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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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